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猫喵喵地叫 你为什么吃我呀 狮子听了哈哈大笑 那还用问 因为我大 你小 小猫说 什么 什么 你大 我小 你一定是眼睛花了 明明是我大 你小 狮子听小猫这么一说 糊涂起来了 小猫说 你呀 眼睛只看见自己的爪子 你看不见自己的身子 你怎么知道自己有多大呢 小猫马上接着说 这样吧 我家有面镜子 你照一照就知道自己有多大了 狮子从来没有照过镜子 他想 照镜子一定很有趣 就跟着小猫走 走啊 走啊 一直走到小猫家门口 小猫家的镜子可奇怪了 正面可以照 反面也可以照 正面鼓起来 反面凹进去 电鸟一按就一转 这是一种什么镜子啊 真奇怪 狮子走进屋子 往镜子凹的一面一站 抬眼往镜子里一瞧 看见自己又矮又小 像一只小老鼠 小猫说 你看明白了吧 你的个儿有多大 现在你站到旁边去 让我来照镜子 小猫偷偷地把电钮一按 镜子转了一转 鼓起来的一面朝着它 狮子站在旁边偷眼一瞧 这么高啊 嘴巴一张一张 真吓人 狮子以为小猫要来吃它了 转身就跑 一直跑到树林里 再也不敢出来了 小朋友 现在你知道了吧 这种镜子叫做哈哈镜 如果你再鼓起来的一面照照 就会变成巨人 可是再凹的一面照一照啊 恐怕就要变成一只小兔子了 现在是老vie 老费 Mari 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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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费